《编水网》是收官 评分不降反升 从8.2涨到了8.3 根据《同名记》时小说改编的《编水网》是 削弱了原著的零散感 使得戏剧冲突更加强烈 人物也拥有了完整的成长线 原本没有多少戏份的郭利民 王安全 淡拓等 都成了剧中的高光角色 吴振宇饰演的猜书 更是备赞魅力四射 丰满的人物和出彩的叙事 加上恰到好处的抑郁感和混问原始感 《编水网》是自然成了2024国产好剧 但在今年的国产剧前十加中 只能排第三 跨年播出的繁花 开启了国产剧观众的福利年 过往八个月中佳作评出 我们依据评分 来看一下《编水网》之外的其他热门国产剧 第十名《错位与凤行》 两部剧的评分都是7.2 作为迷雾剧场悬疑系列 由马伊犁同大为主演的《错位》 被赞全员演技在线 每个人都精准把握住了所饰演角色的精髓 演出了人物的多面性 连剧中那只叫花椒的小狗 都给自己圈了不少粉 而赵丽颖 《灵羹行》二大的雨凤行 则是低开高走 开播时被潮视中年古偶 但后续却被很多人真相 除了被男女主的感情甜到外 诸如金娘子等配角也都小红一把 第九名《庆余年二》 口碑下滑 但热度不缺 《庆余年二》刚开播 就被嫌弃剧情水烂耿多 表演浮夸 跟第一季相比就像是一瓶假酒 或许因为太想斗观众效 而致使整体画风很小品 不过 随着剧情推进 剧集口碑后期有所回升 评妃也从最开始的7.0涨到了7.3 第八名《玫瑰的故事》 超23万人打分 印证了剧集的火爆程度 7.4的评分 又证明了争议性之大 根据一书小说改编的《玫瑰的故事》 虽然对人物家庭背景 感情线等都进行了调整 但还是免不了被指俗套 狗血 可因为演玫瑰的是刘亦菲 不合理也就成了合理 光是看她在剧中的换装秀 就足够赏心悦目 更何况 剧集对女性角色的设定和展现 也都不算差 第七名《追风者》 19.4万人看过 评分7.8的《追风者》 拍出了经济方面的战斗史 极极精彩 故事结构强大 局中局 《记中继》让人欲罢不能 《月看月上头》 《三条线推进流畅》 摄影 《音乐和美术》也都很加分 氛围感同样满分好评 倍赞的 还有表演 王一博进步明显 王阳贤熟老练 李沁也让人刮目相看 第六名《春色》即情人 不同于《追风者》的环环相扣 惊心动魄 这不改编自情人的剧集 以松弛感十足的市井烟火取胜 虽然男女主的感情戏还是偏工业唐精 相处的模式就是一级炒一级天下一级右炒 但因为两个人之间的CP感很让人舒服 完成相互就熟的过程依旧很好看 有情调 也有浪漫 即便还有点小矫情 小做作 但却也正合我意 第五名 柳州记 虽然柳州记的热度 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争议 开播不久 张婉一的农妆和王楚然的《我很美》 以及两个人不负灵动自然的演技 就相继成为网友的吐槽焦点 不过8.0的评分 证明这部剧还是有两把刷子 先是剧中的感情线 就跟同位剧有点不太一样 诗意女债主和心机王爷的相遇 既是情缘注定 也是冤家对决 真正的颜田并剧 设定之外 最被追剧肯定的是人物智商在线 女主诗意不降智 有脑子又带嘴 跟男主之间的互动很是有趣 很适合拿来下饭 第四名《天行剑》 这部从8.1涨到8.5分的剧集 由楼剑指导 曾经的遇刺小舞作 就是出自他手 没有高流量演员 也没有花式宣发 《天行剑》的热度和好评 完全源于自来水 喜欢这部剧的观众 用今年最突破 最奇特来形容它 虽然剧名很主旋律 但完全不公式 三个被意外交织在一起的人 又成为故事中的连接线 串联起了不同背景 身份人的命运 有武侠 有寻宝 有悬念 质感上加 还致敬了经典剧《武林外传》 在动辄熬过多少集就好看了的现在 开头抓人 后续也精彩到不想开背宿 第二名《唐朝鬼失路之西行》 在众多电视剧中 一部开分8.1 收官时评分掌至8.5的剧集 格外引人注目 那就是《唐朝鬼失路之西行》 这部由原班人马精心打造的 古装探案剧 成功地打破了续集 难以超越前作的惯例 无论是在故事情节 叙事节奏 还是摄影手法 动作设计上 都得到了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甚至被认为超越了第一部 《唐朝鬼失路之西行》 延续了聚集一贯的单元叙事风格 从详摩并开始 到供养人结束 八大鬼案每一个都有其独特之处 引人入圣 特别是《武作之死》这一单元 更是被观众誉为《风神篇》 其精彩程度可见一般 剧中 卢凌峰和苏无明这对大学生 村官家职长老油条的黄金搭档 在这一季中不仅延续了他们默契的合作 更是在共同经历了一系列 惊心动魄的探案之后 碰撞出了更深一层的兄弟情谊 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情感更加深厚 畏惧及增添了不少亮点 随着《唐朝鬼失路之西行》的圆满收官 剧民们对于第三部的期待也日益高涨 催促《唐鬼三》的上线 已经成为剧粉们日常讨论的话题 他们热切地希望在未来的续作中 能够再次看到卢凌峰和苏无明的精彩表现 以及更多扣人心弦的探案故事 《唐朝鬼失路之西行》的成功 不仅证明了原班人马的实力和剧集本身的魅力 也为古装探案剧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观众的热切期待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 《唐朝鬼失路》系列将会带来更多精彩分成的故事 继续在中国电视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名 《我的阿乐泰》 未居榜首的 是根据李娟同名散文集改编的《我的阿乐泰》 未居各大榜单之首的 是由李娟的同名散文集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我的阿乐泰》 这部作品被观众欲为先品 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辽阔壮美的草原风光 更有着从作者比端缓缓流淌出的真实生活点滴 在这部剧集中 观众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他们的生活外在或许已经被岁月打磨得粗糙 但内心却充满了坚毅与温情 张凤霞 这位角色的外在已经饱经风霜 但他的内心却坚韧不拔 同时也有着细腻而温暖的情感 李文秀 一个有羡慕那内向的女子 却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梦想 还有那位俊狼挺拔的哈萨克少年巴泰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台词 都透露出一种足够动人的真实感 剧集中的每一个人物 都是那么明媚而生动 他们的故事让人感同身受 甚至有时会让人产生流泪的冲动 这种情感的共鸣 不仅仅是因为角色们的遭遇 更是因为他们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挑战时 所展现出的坚韧和乐观 我的阿勒泰通过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草原上人们的生活状态 展现了他们对于自然 生活和家园的深厚情感 这部剧集不仅仅是对李娟散文集的一次成功改编 更是一次对边疆人民生活状态的真实呈现 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感受到了那里人们的喜怒哀乐 观众们在观看我的阿勒泰时 仿佛能够闻到草原的气息 感受到草原的宽广和天空的湛蓝 这部剧集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 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中 也有温情和希望的存在 而在温暖和治愈之外 导演并没有去淡化伤痛 踏雪的死固然让很多人一难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却也正诠释了人生的无偿和不如意 8.9的收官评分 实至名归 希望国产剧集的创作者们 可以这些同类高分剧集为母版 取长补短 有诚意 有创意 观众自会买账 不知道2024余下的四个月中 又会有哪些高分热剧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账